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热搜广场上 满屏都是欢呼雀跃和祝福的声音 也不怪本色是这样的态度 毕竟张亮颖和校成时代 以及风科本人这么多年的纠葛 实在是过于坎坷 2005年夏天 张亮颖以超级女生的形象进入大家的视线 那个有着动人歌声 自大海豚音的女孩 家里的条件非常艰苦 于是年少的张亮颖便承担起家里的责任 去酒吧唱歌挣钱 后来遇到冯科 参加超约 是她命运里始终包裹开两件大事 往后的十年里 冯科是她的恋人 也是她的伙伴 2015年张亮颖在演唱会上求婚 2016两人在意大利办了婚礼 冯科给她曾经带来过多少奔扰 我不多说大家 也都知道 这么多年来本思 家人 路人 无数人不看好 体到恶腕叹息 告诉她对方不可托付 但这个姑娘还是义无反顾的扎进了进去 但就在今年4月 张亮颖被报已和冯科分手 还将在7月份离开肖城时代 并会带走部分著作权和欺下艺人的相关权益 而且一次张亮颖的心恋情也随之被曝光 一直守护在张亮颖身边的好友陈秋雪和她之间的故事 也被帮先传出了无数八本 当越来越多的爆料砸过来 风暴中心的张亮颖却始终没有发生 仿佛一切风暴都与她无关 她一头砸进了视野里 走到哪里都是那个元气满满 直至最后相互妥协的旧手 唱歌的张亮颖自信 跳舞的张亮颖自由 跳舞算是跨界涨势 张亮颖的唱歌事业更是如火如荼 自己的徐火演唱会一场接着一场 成都、南京、拉斯维加斯、悉尼 全世界都能听到来自张亮颖发出的声音 她一如既往的在舞台上活力四射 也还是你认识的实力唱将Live女王 火箭齐坛2的主题曲不念 绝集2的主题曲 就算一首首新歌也唱进了人的心里 她也会去好友们的演唱会做客 坐在台下为林俊杰摇旗呐喊 和张杰一起在献艳归潮 台上台下她作为歌手的底气一点都没丢 自己的生活也被工作安排的满满当当 录音、写歌 从细小的生活中寻找歌词的灵感 会为了自己的一颗支持 而烦躁不已 听自己以前的歌和熟悉的自己再次对话 张亮颖的生活过得书心且满足 看她的状态 是打定了主意不确理会 那些纷扰 直到合约期满 她才大大方方的晒出合同 不再续签 此后和冯科也不再有交集 她用一份干净利落的声明 给救了多年的关系 画了一个体面的句号 身处风暴中心 各种猜测和抹黑分质 可当事人似乎丝毫不受影响 上节目 录新歌 开演唱会 没时间澄清 可没时间刻意卖惨 或者抹黑他人 这样的张亮颖 干脆利落 实在是顾及了 从前的她 是史丽无 雍之一的女歌手 哪怕感情上有我们的不错 但是事业上却从不容他人智慧 不提那些耳熟冷详的歌单 光是长相张亮颖就拿到了手软 蝉连七届中歌榜最佳女歌手 亚洲音乐节最佳歌手 香港电影金相角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中国的金唱片歌手 首位如RMTV欧洲音乐大奖的华人女歌手 首位登上格来美演唱的女歌手 她的实力和成功不是一纸合约 或者某的感情造就的 实力 作品 专业和大众 认可的奖项 才是张亮颖最大的底气 现在她有冷眼旁观的理性 经此一役 她身上的成长和蜕变都有迹可学 是刀山火海 还是幸福彼岸 总要张亮颖自己走过才知道 索性 她走过了 也明白了 从今往后 提起张亮颖 我们再不必为任何往事感到惋惜 因为她自己早已大步向前 正如她说的一样 明天起 一切从一开始 这是我们的第二把九十七期推送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欢迎留言私逼 长按下方动图 关注为小白日梦 我在这里等 你